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一些核心技术点 第四部分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个依托于我们实时计算平台实现的一个和新冠疫情防疫相关的案例 第五部分我会来聊一聊金山云实时计算平台未来的发展规划 首先是第一部分发展历程 那么我们实时计算部门成立的其实非常早 在2015年我们就开始使用Apache Storm去实现公司内部的大数据业务需求 比如我们公司CDN业务部门每天有海量的CDN日制产出 我们使用Storm来实时计算带宽等指标数据 当时我们Storm集群的一个部署服务器数量就已经达到了百台的规模 数据量QPS指标达到了数百万 从2017年开始 由于各个业务部门实时计算的需求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部门开始进行实时计算的平台化研发 把大数据业务研发交由业务部门实现 我们部门则聚焦在平台本身的工作上 那么当时我们注意到Flink这样一款新出现的实时计算引擎 正在高速的发展 同时Flink拥抱Seql的这一设计理念 非常契合我们实时计算平台化的目标 因为业务人员基于Seql开发是相对简单的 会屏蔽很多大数据细节 更有利于推进平台化工作 虽然当时Flink还不是特别成熟 但是我们坚信Flink一定是实时计算的未来 我们的实时计算平台最终基于Flink来设计 那么到今天 Flink也确实已经成为了实时计算的适时标准 从2018年开始 我们部门开始进行转型 基于我们多年在大数据上积累的实践经验 对各种内部平台开始进行产品化改造 对外输出我们的技术沉淀 到今天我们的大数据平台和实时计算平台 已经release了20家个版本 我今天的topic也是重点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实时计算平台的实践经验 下面进入第二部分 实时计算平台介绍 由于我们实时计算平台是依托于我们公司的 大数据语音平台实现的 所以在介绍实时计算平台之前 我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下大数据语音平台 大数据音平台提供了一系列产品化需要的公共服务 比如基本的项目管理资源管理等模块 另外提供了两大支撑体系 运维体系和运营体系 运维体系分为业务运维和平台运维两部分 业务运维负责提供对于平台上跑着的业务作业的运维能力 平台运维则负责运维平台本身 运营体系提供租户管理 产品管理 配额管理等基础功能 接下来是横向支撑的三大公共组件 智能调度组件负责调度启动平台上运行的大数据作业 比如离线实施作业 数据管理组件提供了统一原数据管理功能 还提供了一系列原数据服务 比如数据血缘 数据地图等等 最后是存储计算组件 存储计算组件主要提供Hidoop和K8S等基础设施 那在大数据云平台上的业务组件 除了有今天会介绍的实时计算平台 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大数据组件或者平台运行在上面 比如数据集成组件 一线计算平台等等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实时计算平台 在我们第一天开始设计实时计算平台这款产品时 我们的目标就聚焦在了两点上 第一去降低Flink这款开源软件的开发效率 那么大家知道Flink的入门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有较多的概念 API配置等等内容需要去写 我们是希望不懂大数据的业务部门研发同学 能像开发业务系统一样去开发实时计算应用 尽量屏蔽Flink引擎细节 第二是降低运维难度 研发Flink有门槛 运维Flink更需要经验 到底监控哪些指标 作业怎么突然变慢了 这些问题都需要踩过大量坑之后 才能从容应对 我们平台的四大特点 其实也是和这两个目标息息相关 首先是应用性 我们实时计算平台支持Seql与可视化算子 混合在线开发模式 提供了单元测试代码模板 版本管理等功能提升开发效率 平台提供自定义开发算子 支持自定义UDF函数 支持自定义围表扩展 扩展性强 全托管模式 用户无需登录服务器管理作业 运维友好 另外我们扩展了大量的数据源 对接了iceberg Hoodi等主流数据壶项目 打通Hive离线树仓 集成FlinkCDC 打通CDC能力 应对用户在各种场景下的研发需求 前面说到易用性 Seql其实是最易用的 但是在某些复杂场景下 比如需要操作底层FlinkState的时候 Seql其实是办不到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在设计上去平衡应用性与可扩展性 我们做了三层API的设计来平衡应用性与可扩展性 首先面向业务简单 程序员开发能力较弱的场景 我们最推荐直接基于Flink Seql进行开发 对于业务复杂 有较强开发能力的场景 我们开发了一些可扩展编程接口 用户可以使用到Flink的API 进行一些高阶特性的研发 同时我们首创了Seql加代码的混合开发模式 也就是说在第二种模式下 用户能通过Seql实现的部分 依然是可以通过Seql完成 实现不了的则可以通过写代码实现 这两部分可以混合结合在一起 那么对于强开发能力 高可扩展需求的场景 我们也提供了兜底的应用托管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其实和使用开源Flink的差别就很小 研发人员开发完整的Flink作业 提供炸包即可 平台会来帮助你做作业的管理 运维监控方面的事情 实施计算平台的产品架构是很清晰的 先向大家介绍三个横向支撑的模块 分别是作业管理 资源管理和运维监控模块 作业管理模块不多赘述 资源管理模块实现了租户层面的资源管理 项目作业以及测试生产多个维度上的资源隔离 运维监控分为作业运维和监控告警两部分 作业运维提供了实力管理 启停干预 参数配置 Checkpoint Saypoint管理等功能 接下来就是和数据处理相关的四个模块 数据揭入模块除了卡夫卡Source之外 我们还提供了Flink CDC Source 同时基于Flink CDC Source Flink CDC可以非常好的满足各种数据库 Binlog数据实时揭入的场景 以前这种场景是需要通过我们数据平台的另一款 数据采集产品通过部署Agent的方式去实现了 这种模式其实是有一些弊端的 我们也是基于开源的Flink CDC 扩展了Oracle的无锁并发Snapshot功能 在Think测 我们扩展了一些MPP数据库的支撑 以及对于现在的主流数据库框架 Iceberg Hoodie的支持 在数据处理模块 我们提供了在线开发和线下开发 两种开发模式 在线开发模式其实就是Seql加代码混合编排 可视化开发的方式 线下开发就是托管牛计算应用的开发方式 这两种开发模式在上一页PPT已经做了介绍 这边也就不多赘述 最后是对于围表的支持 对比开源Flink 我们除了传统的 能通过Seql进行围表关联之外 还扩展了可以通过编程API进行围表关联的方式 另外还对MySeql和Redis两种围表 进行了一部围表读取的扩展 下面我提供了一些平台的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我提到的各种功能具体是长什么样子 比如可视化作业开发 拖拽算子的这种方式 比如在线Seql 在线ETR编写 由DF的注册管理 方便使用的单元测试功能 以及围表管理 作业历时日志检索 作业监控查看 作业告警配置等等 下面进入实时计算平台技术架构部分 在技术架构上 其实我们主要围绕两个大目标来设计 第一是前面提到的 我们要对用户保持良好的可扩展性需求 比如在某些数据员平台不具备的时候 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来进行扩展 同时和平台其他功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第二点对于对平台高内聚怎么理解 因为我们平台主要支持私有化部署 那么用户可能有各种各样的 其他基础设施已经存在 比如用户自己可以有一套 现成的监控平台 或者调度平台 我们希望实时计算平台能够较为容易的 和用户的各种基础平台对接在一起 不用大范围的改造 那么针对第一点 对用户可扩展性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技术模块 Streaming Framework 这个模块实现了数据处理过程中的 各种具体算子和功能 比如卡夫卡Source SQL算子 各种Sync等等 作业在执行的时候 指定的诈 其实就是这个framework诈 用户对于Source Sync为表 甚至处理算子 全都是可扩展 原因就在于 我们做了标准的SDK抽象 同时我们的抽象 也部分的兼容Flink接口 比如用户如果之前 已经实现了一个Flink的Connector 那也可以相对容易的 对接到平台上来 不用做太多改造 第二点 对平台高内距如何实现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平台构建于大数据于平台之上 监控资源管理调度原数据等等功能 其实全都依托于云平台其他组件来实现 那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接口依赖 我们把这些依赖全部抽象到了 Streaming Framework这个核心模块之外 放在了一个单独的Streaming Plugin这个模块中来实现 那么比如用户有自己的调度系统 这个时候怎么来对接呢 其实直接实现一个单独的定制的Streaming Plugin这个模块即可 Streaming Framework其实是完全不需要动的 如果用户需要对接自己的监控系统 那实现一个Metrics Reporter即可 也完全不需要动到Streaming Framework这个核心模块 从软件设计理念上来说 其实就是开放封闭原则 对修改封闭 对新增开放 另外从整体框架上来说 我们做到了Flink多版本的支持 我们内部维护了两个Flink版本分析 Flink1.11和Flink1.14 用户可以任意选择两个版本中的一个进行开发 在物理架构层面 我们主要关注Flink作业的运行架构 我们平台对于Yang和K8S这两种Resource Manager全都支持 作业可以灵活选择这两种资源管理器运行 也可以在这两种方式之间来回切换 从运行模式上说 首先Flink提供了Application Mode Per-Job Mode Session Mode 这几种运行方式 Application Mode可以看作是Per-Job Mode的升级版 KLine端的代码会占用一定的资源 Application Mode把KLine端代码的执行放到JM之内 使得这部分资源可以更好地被统一管理起来 同时Application Mode也是一个作业 一个集群的方式具备更好的隔离性 所以我们目前无论是Yang还是K8S 都是使用Application Mode这种运行方式 Session Mode可以一个集群内执行多个作业 但是这样在隔离性上反过来 其实也会有一些劣势 但是Session Mode对于作业可用性需求不高 同时资源占用不多的场景 还是比较合适的 会节省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后续也会考虑对这种方式提供支持 前面提到了多种层面的资源隔离 我们平台支持多租户架构 对于不同的租户可以指定分配单独的Yang机群 或者K8S机群 来实现完整的物理层面的租户隔离 那么对于项目以及作业层面的隔离 Yang层面我们使用Q来隔离资源 在平台上运行的作业需要指定一个资源组 Yang的资源组其实就对应到了Q 那么以此来实现Yang上运行的作业的项目 以及作业层面的隔离 对于K8S的支持 我们在2018年就已经做了 当时Flink版本还没有Native Kubernetes这种运行方式 所以我们自研了整套在K8S上高可用运行作业的机制 这套高可用机制会在下面的PPT做进一步介绍 在这里简单介绍下 我们GM和TM在K8S上运行 是通过StateFlowSet来做的 通过Ingress统一暴露FlinkUI Flink配置文件 Log配置文件基于ConfigMap来实现 同时平台的资源组概念 也是对应到了K8S的Namespace层面 来实现在K8S上运行作业 在项目以及作业维度上的隔离 现在的新版本Flink已经实现了成熟的Native Kubernetes机制 同时最近官方Flink官方也推出了基于Operator的部署方式 我们也是在积极对接中 后续我们会基于Operator来实现 对于K8S上Flink作业的管理 同时结合现在的Adaptive Schedule 在Kubernetes上也能更好地实现弹性声缩 所以长远来看 在K8S上运行Flink作业 会有更多的可为之处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平台两个自研技术的实现细节 首先是我们自研的K8S高可用机制 这套机制的背景其实是发生在2018年 当时还并没有现在的Native Kubernetes机制 所以也没有官方可用的K8S高可用方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自研了整套Flink on K8S的方案 那么大家知道K8SPod本身就是有高可用特性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单独去实现K8S高可用机制呢 这里我来解释一下 当Pod失败Crash的时候 K8S会主动地重新调用起这个Pod 这套机制运作在Flink的TM上其实是很适配的 但是运作在GM之上则会有大问题 原因是因为K8SPod恢复时会简单的重新执行容器的启动命令 那Flink的启动命令通常是会带上C-Point来执行 那这个时候当作业失败Pod再次启动的时候 作业又会从之前的状态以及消费位置重新启动 这个时候就出大问题了 可想而知作业就会产生重复数据了 那么我们期望的一个行为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其实是期望如果是作业首次启动 那就直接执行启动命令 如果作业是因为故障恢复 那么能够自动的查询到外部的最新的Chap Point的地址 作业改为从Chap Point的启动 那么需求就很清楚了 基于这样的需求 我们实现了一个GM Supervisor Pod启动的其实是这个GM Supervisor 由Supervisor在容器内启动后 通过Supervisor再来启动GM GM启动作业的整体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Supervisor会调用平台的接口 从接口查询最新Chap Point 如果能获取到 则说明是故障恢复场景 作业则从Chap Point启动 如果没有获取到 说明是正常启动 作业启动后 Supervisor同时会监听进程推出信号 如果进程非正常退出 则重新从最开始的启动流程开始执行 如果作业属于正常退出 比如作业Restart次数到了 那这个时候Flink作业就属于是正常退出了 这个时候调用平台接口执行优雅退出 释放Pod和其他资源 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关键技术 是作业诊断功能 在使用Flink的过程中 我们时常会碰到两大类问题 第一类是作业启动不了 或者作业跑着跑着失败了 这类问题时常会伴随着各类异常的出现 比如我上面列举的SQL Exception 有可能是SQL语法错误 FlinkSQL语法错误 或者有可能会碰到我们平台自身抛出的异常 那这个时候用户其实是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也有可能会碰到No Such Method Exception这一类的异常 那这一类的异常的原因可能就更隐晦了 有可能是依赖冲突导致的 第二类问题则更头疼 数据突然感觉不实时了 作业变慢了 这类问题的常见原因也非常多 有我上面列举的有可能是数据源的问题 数据源突然变慢了 它会导致作业变慢 Checkpoint对齐慢 也有可能导致数据变得不实时 包括还有数据倾斜这一类的原因 机器热点 用户算子代码执行效率低 等等这些原因 都有可能是导致数据产出变慢 感觉作业变慢 这个的原因 总结来说大家会发现 定位这类问题其实是复杂困难的 需要大量经验支撑的 导致作业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 有可能是平台测的 也有可能是用户作业自身的原因 异常种类很多 有时也并不体现更音 用户根据日志 异常定位作业失败更音 是有难度的 那作业变慢的原因 也很多 虽然Flink提供了大量监控指标 帮助解决此类问题 但是对于更音的分析 还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专业性 那么大量的这类问题 如果传导到售后或者产颜测 成本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决定通过产品 产品的思路来解决此类问题 产品功能解决问题是 是要优于文档或者靠人来解决的 我们针对作业出错和作业变慢 分别提供了一键故障诊断 和一键慢作业诊断功能 降低产品一二线售后用为压力 同时也显著提升了用户自用为的效率 下面是这两个功能的产品截图 可以看到慢作业诊断 我们是改造Flink圆码 在FlinkUI上实现的这个功能 有诊断的结论 以及诊断详情输出 那么上面的一键故障诊断功能 是如何实现的呢 从右面的图大家可以再次看到 会导致出错的组件很多 各种异常类型也很多 异常可能发生在平台代码部分 用户代码部分 Flink本身以及底层的依赖 样 HDFS K8S各类组件上 因为设计点太多 设计面太广 所以我们其实没办法对所有这些组件 以及异常点都分别去做处理 成本和代价都太大 接着我们发现作业失败场景下 一定是会有异常录制输出的 比如Flink测的作业失败异常 在JM录制中会看到 所以我们的核心思路是设计一套 不侵入各个组件的旁录机制 最终我们决定基于所有组件的日子 根据异常特征 进行规则匹配来诊断 故障更衣 核心流程是这样的 用户在由爱上触发故障诊断 故障诊断模块开始查询 作业异常日子 由于作业很可能有重复日子打印 所以还需要做异常的去重 然后我们实现了一系列的异常诊断器 比如匹配数据源异常的诊断器 依赖包冲突的诊断器 UDF异常的诊断器等等 进行规则匹配 同一个异常对战 有可能会匹配出来多个异常原因 所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 根因诊断的流程 根据异常顺序 优先级等规则 归纳异常根据 那右边图展示的是部分 目前会被识别到的故障根据 比如ETR函数异常 卡夫卡索斯数据源异常等等 接下来介绍慢作业诊断功能的整体流程 慢作业诊断前 首先我们会区分作业是否变慢 导致变慢的task或者subtask是哪些 那这个反映作业是否变慢 或者task是否变慢 我们目前是根据反压指标来判断 然后开始分析task或者subtask变慢的原因 第一步我们会先判断是否存在数据倾斜 我们会参考subtask input数据的分布来判断 如果存在数据倾斜就直接输出结论 如果不存在 紧接着判断tm和机器是否存在热点 这部分我们参考system层面以及JVM层面的matrix信息 比如CPU load等指标 然后我们分析是否是数据原层面问题导致作业变慢 这部分由于是针对我们平台上的作业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判断 慢task是否是平台的sync task即可 后续我们会内置一些写入latency之类的指标来进行诊断 最后我们会判断是否是checkpoint的问题 这部分目前还在研发过程当中 我们会参考同步snapshot阶段的耗时 barrier对齐耗时等指标来进行判断 下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 防疫案例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flink落地在防疫大数据场景下的案例 大家都知道疫情是这两年伴随着我们的一个热点事件 那么对于疫情防疫来说 大家都可想而知速度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是从快速阻断病毒传播链条方面来看 还是从提高各种层面的社会效率来看 同时防疫的很多决策制定 肯定是要依靠数据来支撑的 那么数据的时效性也就变得非常重要 说到提升时效性 其实就是flink最为擅长 也最适合的场景 从业务测需求来说主要是两点 第一全流程实施管控 对流调数据 分控区管控区数据 社区数据 大规模疫情检测数据等进行实时汇聚 加工呈现 支持防疫相关机构全流程实施管控 第二是全维度实施分析 实时数据治理 数据建模 数据分析 赋能疫情防控的基层力量 对疫情防控各个关键环节 提供全维度的实施分析 举例来说 比如通过我们实施计算平台实现了 杂基通行人次统计 代新人次统计等等 这边我本来是准备了一些数据大屏截图的 为了避免一些敏感信息泄入 最后没有放上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Flink实施计算没有上线之前 我们数据大屏上的各种统计数字 都是T加1计算进行跟进的 而现在则是通过Flink实施计算出来的 这种数据实效性的提升 对于防疫来说 效果是明显的 这边我列举了两大应用场景展开 讲下业务架构 分别是疫情和炸击业务 咱们从下往上看 数据来源有三类 疫情业务相关数据是放置在 Oracle数据库中 这部分数据的数据集成方式 最开始是走离线T加1 同步全量数据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不仅实效性差 整体计算效率也很低 那么在实时计算的架构下 我们需要端到端的考虑时效性 所以后面我们转而开始使用自研的 基于德比兹的Agent采集 Agent采集的方式来提升时效性 但是这种方式不具备水平扩展能力 同时也存在单点故障可能 所以最终我们决定使用FlinkCDC直联业务库 完成Oracle数据的流逝揭露 来规避上述问题 第二类防疫炸机类数据是放在客户物联网平台中 通过调用大数据平台 流逝数据揭露接口 完成防疫数据的推送 这部分数据最终会落地到卡夫卡 人口数据通过文件方式提供 我们通过离线计算定时导入这部分数据 到HBase人口为表中 那数据计算这部分 毫无疑问我们选择的是Flink计算引擎 在实时数仓部分 由于上游查询数据的方式相对灵活 同时数据量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们选用ES作为实时数仓存储 同时通过大数据平台 数据服务组件 暴露标准REST数据查询API给到前端 满足数据大屏上的疫情炸击 以及各种三方应用的使用场景 下面我们来看Flink这块的实现细节 业务人员开发Flink实时计算作业 几乎是完全基于Flink SQL完成的 数据源部分主要是使用卡夫卡Source 和FlinkCDC的OracleSource 由于原端过来的数据不规整 存在各种脏数据的可能 为了避免在后续计算中出现异常情况 所以在Source读到数据后 统一做了针对数据格式的合法性校验 如遇到脏数据则输出到卡夫卡错误对列中 供后续分析问题 或者补齐数据使用 接下来我们的业务需求全部通过Flink SQL实现 通常会有这几种数据处理需求 首先是自点表转换 主要是针对行政区画的代码转换 到实际区名的转换 这部分转换关系因为固定 且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直接写在了SQL中 通过Case 1语句完成 第二是对于日期等字段进行格式化处理 这部分通过Flink自带的UDF基本可以完成 第三是人口表的关联 人口数据最终会通过离线导入到HBase中 在Flink SQL中实时关联 通过SQL实时关联 HBase中的数据即可 同时我们平台也利用上HBase为表的 一步查询特性 性能不存在瓶颈 第四是基于时间窗口的各种维度的统计 统计分析 这部分也是通过Flink自带的统计分析函数 和窗口函数即可完成 最终通过Flink SQL计算完的结果数据 会同时输出到ES实时数仓和HBase 离线数仓中 HBaseSync部分 我们配置的小文件合并策略 通过高频写路来降低 避免高频写路对NameNove带来的压力 最后我们通过离线计算部分 最上面和最下面拖拽出来的算子 其实就是Kafka Source和ESSync HiveSync 中间的算子是SQL算子 里面写的其实就是上一页看到的Flink SQL 这种拖拽 第二个图的开发方式 可以把实时计算的整个数据流看得非常清楚 下面我们进入第五部分 未来规划 未来规划主要 我们的未来发展规划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深化作业智能运维能力 前面讲的故障诊断和慢作业诊断 会演变成运维顾问的形式 提供更多场景下的分析能力 同时能给出相应的处置修复建议 第二是自动化伸缩能力 基于运维顾问的输出 动态增加减少资源 动态修改并行度等配置 提升作业稳定性和资源利用力 二是勾建P处理和流P一体处理能力 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Flink版本 在P和P流一体方向发展得非常快 长远来看 P流一体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场景落地 在后续实时计算平台产品中 我们也会逐渐形成P流一体数据集成 P流一体数据湖的能力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